《科學新知》第二節,陳俊宏博士,有沒有聽過他說,人頭豬腦? 以為你耍我,我不是耍我,但這不是一個比喻,有可能有主意就是這樣 有一宗我自己都很想說,上年年尾科學新知後,一兩個星期出了一宗很值得說的 就是動物的內臟移植,去人體那裏 那次有一個人移植了一個豬的心臟 但現在這個受移植的人,其實已經過世了 但他這個人受到移植之後,一直到過世,足足可以有兩個月的時間 所以你可以說,他是一個不成功的心臟移植 但他在做這個心臟移植的時候,已經極力嘗試排除了很多傳統上的干擾 但到最後還是失敗了 但我希望,未來會否可以克服到這些困難之後 做到一個成功的豬心移植人體呢? 因為你知道,如果香港有說句不好聽一點 如果大家真的要做移植,等不到適合的心臟 現在懷疑最新的技術你試不試,如果給我便會試 我非常抗拒,我覺得這對我道德上很大的侮辱 舉個例子,我開始懷疑,如果有這個是豬心 我是人還是豬? 然後說,你的腦袋不行,就把豬腦弄進去 應該比較難一點 整個故事就是,這裏可以提到 為何這裏才抽出來說呢? 其實就是因為,剛剛在這個星期 研究團隊沉職好幾個月之後 他們提交一份學術論文去探討原因 他未有充分解答 但報告了一些很奇怪的觀察現象 所以就在學術上,希望能夠有個討論去探索一下 就是說,那個動物移植人的心臟面對的挑戰會是甚麼 接受豬心這個病人都很公開 因為名字有David Bennett 但是我很強調,我一定不會探索的 但是有幾個很科學的問題可以探討一下 其一就是,豬和人其實在生物上是很接近的 看你討論在哪個方面 如果只是說心臟的大小可以說是接近的 為何不是選擇其他動物要選擇心 其實你可以用羊也可以 但是在他平時接觸的菌 當然在受到免疫系統的潛在排斥的風險 大家就會想到豬和人可以相對地比較近些 所以大家會由心臟去入手 不是說每個內臟都那麼容易去做到這件事 腸和肝其實很難,尤其是肝 我聽過,腦我也猜是可以的 腦也更加不可能 那位受移植的病人 他在經歷過很多的情況之下 他當然也沒有適合的心臟 也沒有選擇的情況之下 他自願去參與這個研究去駁一駁 他移植的手術那一下是成功的 起碼是剛剛完成移植之後 他是生存的,他是清醒的 換了一個新的心臟 還有可以順便說一下 這班研究團隊一直在幾個月去研究 心臟移植手術之後 到病人病故之後 中間那段期間發生什麼事 他就報告了出來 因為從來這些異物種移植 最大的問題就是免疫系統的排斥反應 他就會認得你的豬心上面那些細胞的特徵 就當是外在的敵人去打低他 所以我們自體免疫力便會攻擊那個豬心 基本上你不搞定這些免疫力的東西 是沒得了 於是他為了排除這件事 大家甚至乎試過 我們試試去打擊人體免疫力 降低免疫力 然後再放進去 他自己接受認得到他 甚至乎是爭取多些時間 讓身體免疫力去認得他 不會攻擊他便可以 基本上就是拿了很多其他物種試 都不是很成功的 你有權將他完全按低免疫力 來試一下在其他物種上面 按低免疫力來看排不排斥 但也發覺技術上你能夠做到 但實際上運行上面 都不是一個持久之計 如果要一個人一輩子 要找一個膠袋套著 不可以碰到外面的菌 你不可能生不如死 所以這次去這個移植 他考慮到一件事 做了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到一個地步 令到他出來的細胞外面的表徵 就不會受到我們免疫系統 攻擊的那個反應 即是說他照計是一個 在豬 這隻豬是受過基因改造的豬 但是他是一個照計 就不會受到人體免疫力攻擊 即是他這個豬心組織 是不會受到人體免疫力攻擊 照計再加上其他 去暫時壓低病人免疫力的方法 就可以把排斥的風險減到最低 其實結果 由這個移植手術完結 到這個病人去病戶 是沒有任何我們醫學上 認得到的排斥反應出現過 他這裡有說 就是他們都不知道原因 為什麼他會失敗 現在都得不到 排斥處理得很好 但是病人一路是看了 突然之間 頭五六個星期沒有什麼事 但由第二六個星期開始 就檢查到他 他的心臟功能下降 那些心防心室去崩血的能力 就是顯著地下降 而且看到 是一個很均勻分佈地 不是局部地一塊塊的 是很均勻分佈地 那些豬心的肌肉細胞組織去壞死 即是如果你是局部壞死 我們就看到 是否局部出現了燃養不良 即是養不到 看到一件事就是 很凌散地 整體地壞死 似乎他們壞死後 複製去補充的能力 是沒有其中一個出現的情況 另外就是 心臟自己有些冠狀動脈血管 就是用來供給自己的心臟 去收縮的時候 所需要的養分 那些供應心臟的微消血管 也開始壞死 即是整個心臟自己維持 去平衡的狀態 好像是一個心臟自己衰敗而死 而不是受到身體面力攻擊而死 病人看到他的心臟功的機能愈來愈低 接著去到第六、第七個星期 病人已經進入了一個昏迷的狀態 最後就是慢慢枯竭死亡 是的 但是這個排斥的問題 即使人體的器官移植都有類似的問題 即是大小問題 何況是豬呢 但今次做一個很大的突破 就是他改造了豬 豬是可以接近的 而且亦看到他的排斥反應 照計是沒有在 但有沒有一些我們未知的原因 令到他觸發到這個壞死 主要是不早不遲出現的 現在似乎就是 我這樣看 似乎是否他的細胞本身 新陳代謝那些老少更替的機制 是出現的問題 這個仍然是一個謎 不過如果看這個方向 似乎是否很多人都想做一個器官農場 譬如我養了豬 或者我養了動物 我就將牠擔改造 有些什麼冬瓜豆腐的時候 我想換個心 當然是隨便拿豬的心出來 我想換肺 就拿一隻猴子的肺出來 是否想做到這樣 甚至乎更誇張 因為你不是做一隻豬 或者一隻猴子 是可以給整個香港的人共同分享的 你很大機會是要量身訂造的 譬如陳志宏預先給自己的基因出來 然後就著我自己的基因 去度身訂造一隻準備 拿來在牠裡面抽器官 摘出來給陳志宏用的一隻動物 那隻可能是一隻豬 其實就是有陳志宏基因的豬 陳志宏豬 就為陳志宏提供內臟需要 不是用來整整豬雜 而是用來組成陳志宏道 不是 其他不用的就拿來吃 對 可能就是這樣 不是 我聽到我打冷鎮 台長你可能不看過一部電影 就是說複製人的故事 那個電影的故事就是 說某一個未來世界的人 不是 《Island of Dr. Moreau》 我忘記了什麼 是HG Wells寫的故事 是的 但如果用人就更加誇張 但我就算用動物做 我也覺得這個故事是匪夷所思的 但看上去就好像是想這樣做 你現在看到這樣 有些不讓你知道的 有些事情可能正在做 是的 可能有一天 陳志宏真的需要用到這隻陳志宏豬 這隻陳志宏豬要被人劏 但自養他的人和他發生了感情 然後為了不讓陳志宏 不可以用這隻豬 寧願換了第二副東西給陳志宏 結果整死了陳志宏 陳志宏死了 不再需要這隻豬 於是他便可以跟陳志宏主張 中落 是的 除了這個之外 亦有一宗很特別的新聞 這是Bacterium 細菌 你要解釋一下 因為有幾個不同的概念 有病毒、細菌、Bacterium 首先講一下病毒和細菌之下的分別 這件事為何要抽出來講呢 就是剛剛這個星期的消息 就說我們發現到 我們有記錄以來最大粒的菌 大家想到看到最大粒的菌 就是在顯微鏡看看有幾大粒 這粒很大 不需要顯微鏡 也有兩厘米那麼長 你想想 拿個兩毫子出來 它可以長過 有你的兩毫子那麼寬 的一條細菌 你的眼睛是可以看到的 這種細菌 這種細菌 可能台長要幫我看看 在哪裏找得出來 其實我自己會覺得很驚訝 因為我對於這些微生物世界 我不是專家 反而我認識很多研究拍檔 就是它很熟悉這些 我嘗試簡單說一下 就是在這些微生物學界裏 這些什麼是細菌 什麼是真核細胞 有哪些屬於病毒類別 其實是分得很清楚 之所以要這樣分 因為它們的結構上面 有些很重要的結構 有些人有我我沒有 譬如很簡單說 細菌和我們身體的細胞有什麼分別 我們身體的細胞 是一種相對比較複雜 比較演化成熟的一些細胞 你可以想像到它有個細胞核 除了細胞本身的包之外 它裡面是有顆核 那顆核也有一個殼 然後那些裡面的遺傳基因 是比較有整齊的整齊的 在一個地方 即是以一些染色體的形式 去繳住在那裡 甚至乎有些東西包著 你可以認到一些結構 是包著這些整齊的 把這些遺傳基因去包著 如果有些是沒有那麼棋理的 譬如好像細菌這些 它裡面也有DNA 但它裡面的DNA 就不是很整齊地包在細胞核 即是它沒有一個很清晰的細胞核的結構 你可以看到就是 就是由那些最比較原始的這些 會複製自己遺傳資訊的物體 即是好像病毒這些都是 到一些有自我複製能力 有自己的新陳代謝能力 以及自己能夠把這些基因好好地包裝住 甚至乎把一些重要的基因 更加妥善地包裝住 就是在細胞微生物世界裡面 你看到的演化故事 它都會有一個由結構簡單 到結構複雜的一個光譜 你可以看到 譬如說到阿米巴猿蟲 它是一個單細胞生物 它本身有自己的生命 即是我們說的變炎蟲 是的 但我們身體的細胞 我們是複合很多個細胞 黏在一起去有一個功能出來 然後我們身體 有建立一套系統去維持它的平衡 但你拆一粒細胞出來 它不能夠成為一個生物 去到處滑 即是我的肝 我的肝 我拿出來 我不會馬上滑出來去繁殖 所以你會看到 它有沒有移動的能力 它怎樣去跟外界交換 它怎樣去維持自己的遺傳資訊 它的複雜程度不同 定義了什麼為之細胞 什麼為之細菌 什麼為之病毒 今次我們看到 這一個就是 成兩厘米 這麼大的細菌 你說如果人肉眼看到的 比較清楚的細胞 是卵子 人類女性的卵子 已經可以看到一粒細菌 可以在肉眼看到 精子是很細的 但是當然 你如果說到生殖的物質 分類有些不同 因為它裏面 維持的遺傳資訊 又不是一個完整的 因為它準備去跟其他的DNA結合 但是你說如果是人 撕出來單一粒 最大粒看到的卵子 譬如卵子 但是這個很有趣 大家都沒有想到 可以出現到 肉眼看到兩厘米 這麼大的細菌 而我們怎樣確認它的細菌 就由它的結構去看 它很有趣的 它帶來 就是它沒有一個自主地 去維持自己的體育平衡能力 它是靠很簡單的滲透作用 滲出滲入 來維持 來跟它外界做營養交換 即是你如果複雜一些細胞 它有自己的 你可以想像 它有自己的 控制自己的輸入和輸出 即輸入養分 排出廢物 那個功能 你可以看到 而這些過程 甚至乎 你看到它有一個 新陳代謝機制 譬如有一些 那些粒線體 那些什麼 Metocondri 是控制著整個 細胞的開關 運動 可以是很organized 但如果是細菌的話 它是相對的機制很簡單 亦都看到裡面沒有一個 很清楚的細胞核結構 所以我們就靠著這些特徵 來把它歸回 雖然是很大 雖然我們未見過這麼大的細菌 但它的結構 就停留了一個細菌的level 它是一個巨型的細菌 剛才你問它發營的地方 就是在發塑的加勒比 一個地方叫瓜豆鹿 大家上去地圖找找 不過在一些熱帶森林裡的草叢裡 這個不出奇 但它現在這麼大 類似一個問題 就是我看到一隻大的狗 或者大的老鼠 是否同一個原理 我們很難想像 純粹一個菌可以生到這麼大 它演化上有沒有什麼益處 其實就是 通常就是 如果你的體型越大 你都需要那個管理系統 越是越是完善 才能夠讓它維持到相對的穩定 如果純粹一個菌生到這麼大 有什麼好處呢 沒有辦法 可能它在那個環境適合生存 於是它就存在著 但我看到它是蟲尾蟲 是的 你會以為它是蟲的 如果你是蟲尾蟲 你就要找它的結構 它應該有厚的 甚至有排泄的 還有有消化度 它竟然完全找不到這些東西 就是看到就是一個 甚至你找它的DNA等等 它就看到裡面 就是一些比較靈散 放的DNA在這裡 其實它那種結構 就歸類為 其實它甚至是維持 它那個新陳代謝機 就是跟一個細菌 沒有分別 所以它是被歸類為細菌 是 剛才我們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病毒和細菌之間的分別 在哪裡 因為我們經常說 我們就是肺炎 是病毒 不是細菌 其中一種差異 就是 病毒都可以裡面有DNA 但是病毒也會有 用RNA的形式 來儲存它的遺傳資訊 但是如果說到是細菌 細胞 那就是DNA 另外就是 病毒自己本身 你可以說它是半生不死的東西 它沒有自己的新陳代謝能力 它是唯獨視覺化學結構 它可以依附在細胞上面 然後去騎劫 它總是HIGHJACK 一定是HIGHJACK 是的 然後令到那個宿主去幫它生產 它那種機制就是 硬將自己的COPY 放了給別人 別人就幫它COPY出去 它自己也不會懂得LANAPA 不像細胞 甚至細菌 它可以跟外界做一個交換 來維持著生命的狀態 例如細菌 它懂得一粒變兩粒 兩粒變四粒 病毒不可以 病毒就應該這樣說 它一定要依附著一個宿主才可以 它自己沒有辦法自己分裂 是的 但是很麻煩 搞到大家很會病 其實我們講到剛才幾個概念 包括病毒、細菌 我們也牽涉了一個問題 就是所謂的 什麼叫chondria 就是粒線體 就是粒線體 其實這些跟我們 談談單細胞有什麼關係呢 這裏就賴到 其實我們上個禮拜 還未講完一個題目 其實在探索生命起源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不談及這個粒線體 因為一件事 如何由一個 只能夠滲透作用 去跟外界做交換 到它自己有主動的能力 去吃外面的東西 以及將裡面自己不要的東西 去揀損 擠出來 其實這件事 本身 沒有可能很自然地 很整齊地發生 等於你將桌子裡 垃圾和有用的東西 擺到凌亂 你不會想像到地震之後 自動是垃圾掉落地 有用的東西 就整齊地排在書桌上 所以一定要有一些 你可以想像到一些 液霜的機制 可以能夠去採集能量 來幫你把某部分的東西 擺整齊一些 還有某一些你不想要的東西 就把它推出去 即是一些這樣的機制才可以 其中就是有粒腺體 譬如古代的生命 又沒有粒腺體 變成有粒腺體 就是重要的 因為有粒腺體 就是個細胞 即是古生物自己本身 有了一個自主生存代謝的能力 其實這個粒腺體最早期 即是不在動物生存內 它自己獨立自主地 是否等於今天的細菌 應該是的 詳細的故事 尤其是我自己的正確的術語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我怕說錯多 但是一個比較主流的論述 去探索生命起源的時候 既然這件事這麼重要 這些粒腺體 應該就是在很早的時候 已經參與了這個微生物的演化 可能在一些比較早期 可能還是比較由古代細菌 去到那些叫做 懸核生物那些 即是那些細胞那些年代 已經很早就有這些粒腺體 參與在其中 加速推動了這個微生物的演化 這是其中一個故事 聽起來合理的 因為一樣這麼重要的東西 這麼能夠賦予 那個細胞 那個古微生物 一個這麼強的自主能力 以及維持維生系統 等於裝多個發電機 進入多顆電 令到一些東西 不是靠著外面 很隨機供給的能量 發生 有一個自主調動的能力 可以想像 我不是只需要靠曬太陽 去拿光合作用生存 我曬太陽之餘 我身體還懂得自己吃東西 來支配自己的生命 如果靠曬太陽就糟糕了 太陽剛剛下雨 這麼巧 這些生命演化時 幸好讓它盡快地吃到發電機 就是這些粒腺體的東西 於是它就可以更加快 獲得自主調配 演化和新陳代謝的能力 這個似乎就是微生物演化的故事 但這個生物演化的故事 其實大家很希望 抽屍摸檢搞得很清楚 其實在最近的發現裏面 有跡象顯示 其實不一定需要這樣 很可能那顆粒腺體 參與整個演化 是在生命樹比較後期的 可以是比較後的時候 才參與其中 但在仔細裏面 他們怎樣去論證這件事 這件事又要說到 他們設計了一個很漂亮的實驗 去嘗試去驗證這件事 有些資料我沒有辦法 很仔細地 花很長時間地去講 他們都是去比較 兩種類似類別的細胞 在獲取 和這個 純粹嘗試重現 獲取這個粒腺體 來繼續演化的過程 發覺他們能夠追蹤到 得而且確 這些細胞去演化的時候 是有能力在這些 粒腺體上 拿到他們的DNA 總之基本上 就是他們有參與 令到那個粒腺體 參與在他們自己的生命過程裏 但是 有這樣說 亦都是在成功演化之前 他們都有自己的演化能力 這裏仔細的故事 我不嘗試再仔細內說 限於我自己的能力 但是我覺得獲得的資訊是有意義的 就是我們去重組這個生命演化過程裏面 我們去做一個假設 很多時用我們後天一些 鼓出來的東西 似乎合乎邏輯 很普通的東西 但是更加有意義的就是 你能不能夠設計到一個實驗 來嘗試將這件事去證明或者否證 我會覺得這個故事有少像當初 我們去找DNA雙螺旋結構的故事 我們在未發現原來DNA就是 盛載遺傳資訊的物質之前 大部份的生活學家 以為是蛋白質是盛載遺傳資訊 大部份的人不相信是DNA 因為大家覺得 蛋白質為何會合理一些 因為種類變化多 種類變化多的東西 能夠載的資訊就可以越來越複雜 生命資訊這麼複雜的東西 照解是找一些很複雜的東西 來和我們盛載的 所以大部份的人會猜是蛋白質 但後來的答案是DNA才對 這個比喻可能是26個字 沒有可能寫到這麼多文 是的 但你也知道電腦的資訊 零同一寫了所有東西 現在的情況我覺得有少少像 我們覺得這個粒線體這麼重要 照計它在演化生命樹上 應該很早就介入了進來 進入了古代細胞 從而加速了演化出現 但現在發現不是的 在那些古代微生物細胞 演化到比較後複雜的結構 才出現這個粒線體的加入 反而是可以發生的 但我們生命最早的 其實是否在說單細胞的 甚至乎不是單細胞 如果說細胞 是說比較複雜的 連細胞都不是的 甚至乎就是我們剛才說的細菌 如果說細胞 就已經有一個很明確的細胞核 即是有一個結構 擺得很仔細的掩飾 但如果連古細胞都不是 我們有那些懸核生物 即是有些初代類似遺傳資訊 集中在一個地方的結構 接著更早一點 就是一些裡面 DNA亂放的細菌 甚至乎更早一點 就是包裝結構裡面 細菌裡面的物質 都不是那麼穩定地停留在這裏 即是一些這樣 但更早的形態是甚麼 這個就要問一間專家 他現在都透過很多 我們對花石的研究 或者是一些古代流圍得下來的痕跡 這次就很靠著 我們拿回現實世界 一些相對比較簡單的生物 嘗試做走環境 讓我們可否看到那個演化過 但在生物學其實是否有一個原理 就是我們現在見到最簡單的生命 是可以對照地球最初有生命的痕跡 這個就不能一概而論 即是那樣東西 即使生物 很多生物都是 有些很簡單的東西 他究竟演化過有多少 有些相對複雜的 原來他一直都沒有怎樣演化過 但這個推理就是 他一開始是很複雜的 這個是跟我們常識的理解不同 是啊 但是如果說回古菌 那些東西 大家就這麼寄望 有沒有辦法可以找回 一些 真的 耐些時期的一些樣本 但是 你說耐去都是耐到某個時候 如果去到真的上去 生命初開的時候 究竟最初的形態是怎樣 這個就真是 只能夠是 嘗試找些間接的證據 譬如說 在一些曾經是海底熱傳的地方 找不找到一些結構 那些結構裡面 會否找到一些痕跡 照計是由生命留下的 這樣 但有沒有人嘗試了一件事 就是去模擬一個地球 最初有生命的環境 有 但問題是你可以模擬 那個模擬 是否一個合理的模擬 你擺什麼條件 甚至乎有一個 曾經有很出名的實驗 裡面 放一些碳和水 有機物 閃電 會產生有機物 甚至乎是氨基酸 甚至乎 再加上一些 天文生物學的觀測 原來很多星際物質 是有機物 這些有機物很容易 在一些天文過程 和地球的天氣過程裡面 大量產生 然後他們怎樣 產生初代會自我複製的東西 這樣其實沒有人能夠說得準 但我們去界定這件事 就是生命的定義 就是有些東西能夠自我複製 這是我們現在對生命的理解 是的 今天原本還有其他事情 不過時間差不多 我們留下星期 但結束前 提提提剛才的 粒線體的發言 功能的發言 不是粒線體的發言 功能的發言 就是多得這位Lin Mcgallis 就是Karl Sagan 就是著名的天文學家 Karl Sagan的前妻 是一位相當之特立獨行的女士 如果將來有機會 我看看可否找一個節目 去說一說她的生平 是的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